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四十多年间 在霸王岭这片忧生神秘的丛林之中 濒临灭绝的海南长壁园数量有了明显增长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2019至2020年红色名录显示 全球二十种长壁园中有十九种的种群都在持续减少 仅海南长壁园保持稳定小幅增长 这片雨林之中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密码 为何它能成为海南长壁园最后的家园 各位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如果要选择一种动物 作为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吉祥物 我相信一定有许多人会投票给它 海南长壁园 它不仅是海南特有 还是海南热带雨林的旗舰物种 同时它也极为宾威 可以说是我国几种长壁园中最为宾威的种类 而且这个物种在国家公园境内 只分布于霸王岭的群山之中 多年以来科研工作者持续对这个物种进行研究 国家也在不断地投入力量 致力于恢复它们的种群 那为何海南长壁园只分布于霸王岭呢 它的栖息地究竟有怎样的特别之处呢 今天我们就要走入霸王岭的深山之中 去寻觅这个极为罕见 但是富有灵性的物种 同时探究这个物种栖息地的独特生计 长壁园是亚洲南部和东南部特有的一类 高等小型类人员 中国是长壁园科种类分布的北线 共计有四种长壁园 但是这几种长壁园都处于宾威的状态 而海南长壁园 无疑是其中最为宾威的种类 据2022年的最新数据 这种长壁园仅有野外种群36只 而海南热带雨林的霸王岭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庇护所 霸王岭地处海南岛西南部山区 跨越西部长江和白沙两个县 区内山域连绵 主要山峰海拔都在1000米以上 霸王岭保存有整个海南省最好的原始热带雨林 分布着2000种以上野生植物 多达几百种陆生脊椎野生动物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海南长壁园 小心啊 嗯 慢一点啊 考察队跟随海南大学的龙文星教授 深入霸王岭 行走在山间的小路上 队员已经能圆圆地听到长壁园的叫声 老师 我看到那边有个东西在动 那边那个树上 好像看见一个影子了 那个是场壁园吗 我看那个影子 看到毛色好像是那个 有点黄 对 那个灰 黄大概灰的颜色 嗯 对对对 而且我看那个体型还比较小 嗯 我想那应该是一种蜜猴 原来霸王岭的群山之间 不仅由海南长壁园这一种林长动物 海南蜜猴也分布其间 专家介绍海南蜜猴是蜜猴的一个亚种 广泛分布在海南岛各地 蜜猴是我国分布最广的一种林长动物 在海拔3000米以下的各种生径中 蜜猴都能成为优势种群 因而适应性极强 而海南岛正是我国蜜猴分布的最南区 虽然蜜猴与长壁园都属于林长类动物 但是粗略一看 很容易就能分出这两种动物的区别 那个蜜猴和海南长壁园 它从体型上 这个蜜猴体型要小一些 海南长壁园的体型要大了很多 而且的话它这个钳壁很长 它是抓在树枝上 就像我们挡球签一样的 挡着 这个蜜猴的话 因为它的钳脂比长壁园短 它更多就是那种跳跃似的 专家告诉队员 长壁园与蜜猴从形态上差异巨大 而其生活习性也大相径庭 虽然同为群居动物 但由于长壁园属于类人员 智力水平远超弥猴 遇到敌骇有较强的组织动员能力 共同逃跑或者反击 专家告诉队员 考察队此时位于霸王岭的西侧 如果想亲眼看到海南长壁园 还要不辞辛苦到密林深处的 斧头岭寻觅 由于有海南长壁园的气息 霸王岭还是海南岛唯一拥有 两种灵长动物的宝区 这也是它的独具特色之处 这两种动物的特征明显 很好分辨 最直观的区别就是猴有尾巴 而圆没有 这可以算作是类人员与猴 最为明显的区别 如果进一步观察 您会发现 这个圆对于猴 具有更高的社会组织性 与人类的亲缘关系最密切 因而长壁园在研究人类 进化这方面 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意义 这也就是海南长壁园 这个冰危物种 受到如此关注的原因 那么这个冰危的物种 现状是怎样的呢 接下来考察队将进入 斧头岭的深处 去探寻他们的踪迹 为了一睹这种极为冰危的生灵 考察队赶到斧头岭 准备在第二天凌晨进山 寻找海南长壁园的踪迹 机名五更 队员已经齐身 在院中集合 做着进山的准备 秦老师 那我们现在走的话 算是早的吗 我们要赶在第一次明觉之前 到山上去蹲守 因为我们这样才能增加 我们去看到它的这个几率 所以我们要 大概就是五点多一点 我们就要出发 我们注意安全 第二个是小声讲话 因为现在天气还早 然后我们的野生动植物 还没有睡醒 到现在有些 所以我们今天要小点声 大家等一下就 要走在一起 然后注意安全 我们现在就可以出发了 好吧 好 走 此时 邻居的东方 已露蜀色 但是树林中 依然伸手不见五指 考察队 只能打灯 凭感觉 跌跌撞撞 向山上行进 就在上行过程中 队员已经隐约听到 长臂员开始鸣叫 在山间探访过程中 队员远远地看见 树梢间拉了几根绳索 这让队员不免产生好奇 然后这个绳索 我们为什么选择 绑在这棵果树上面 也是发现这个空中锁道 通道给它 护林员介绍 这些绳索是专为 长臂员布设的 2014年 一场台风过后 扶头里发生多处山体滑坡 其中一处是 长臂员长走的交通要道 原路阻断 阻碍了长臂员觅食 对其生存也产生了 一定的影响 于是 护林员马上用绳索 搭起了一条吊桥 重新接通了长臂员 下山觅食的道路 这条吊桥是园群的必经之路 但它们却不会在这里停留 这里并不是观测长臂员的最佳所在 在日出东方 林间大量之后 队员已经走到一个路口 队员看到 这里布设有多个监控和红外相机 护林员告诉队员 这里对于园群来说 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他们每天在这里会决定去哪里觅食 所以在这里蹲守 基本上都有收获 我们现在这个白色的 你看到这个白色的 就是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 装了19台实时监控的 它录的所有的监控的画面 都会传到监控中心 如果长臂员从这里过 也会录到它的经过的画面 但是目前来说 这些手段还主要是辅助性的 其实我们监测还是要靠 日常还是靠人工监测 通过护林员持续不断观察 才能了解园群的基本情况 根据需求制定 切实可行的红外相机设置方案 那么面对这些来无影 去无踪的神秘生灵 护林员是用什么方法 跟踪他们的呢 长臂员他很聪明 他会在他的主要活动区域 他这个区域里面有什么果 他需要吃的什么果 他都会一清二楚 所以我们也根据我们平常的监测 我们也不断地总结 也不断地 也就是估计我们也不敢说百分之百 估计他就准 那就是说大概的方向 我们都会猜测得到 他会往哪个方向走 护林员告诉队员 由于海南长臂员生活在热带 一个家族群活动区域相对固定 不会向有些长臂员随季节迁徙 因而海南长臂员的活动规律性较强 这对观测是一个有利条件 这群长臂员是护林员 常年跟踪观察的家族群 因而也是最有可能 在此次考察中观察到的家族群 当然了他这个就是 也不一定说你有经验来就每天就一定可以看到的 因为他活动的范围比较大 有时候天气的变化也会影响到他的鸣叫 他可能有些时候天气不是很那个 他可能这一天都不会鸣叫 为了增加观察到长臂员的概率 护林员还要时刻观察灵关上的动向 如果听到鸣叫停止 远处的树关明显晃动 说明长臂员即将到来 正在这时 前方的护林员提醒我们 长臂员可能马上来了 队员纷纷压低身子抬头仰望 时刻注意着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护林员介绍说 长臂员一生都在树上生活一般不会下地 所以茫茫的林海成为长臂员生存的基础 而它们成群结队的出现 又为这片森林带来了无穷的生机 护林员告诉队员 眼前这个家族群 目前共有八只长臂员 为两只公园 两只母园 两只青年园 和两只幼园 一般而言 海南长臂员的家庭主体 以一公两母和两公两母最为常见 所以相对而言 这个家族群的种群数量和年龄结构较好 那么 圆群向着高处荡过去 它们的目的地是什么地方呢 原来就在不远处 有几株长臂员最喜欢的果树 那里也是护林员经常观测C群的地方 队员们加快速度登山 在一株巨大的鼻管绒下 继续蹲守 等待圆群的到来 这个鼻管绒 这个是比较喜欢吃的 它喜欢吃的榕树果就很多 鼻管绒 它这里是 它这个果区也比较长 它是经常会到这里来活动 这个果它比较爱吃 而且这个树上它活动的范围比较大 它也可以玩耍在这里 所以经常会在这个区域 就是说来比较多 那他们一般长臂员吃的我们能吃吗 一般长臂员吃的人都可以吃 特别是这种果类的 它这个是甜的吗 甜甜 可以尝一下 有一点点 它吃的其实人都可以吃 它也是爱吃相对来说比较甜的 像我刚才说的这种荔枝跟毛荔枝这些 有一点点甜 无花果都是这种 听到它叫声了 对 它可能叫声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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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对 对 刚才 从 我 看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实际上海南岛历史上有很多种灵长类动 在19世纪末有西方探险家曾在海南的密林深处捕获到一只白豚夜后 但是此后人们再没有在海南岛见过这种动物 这也就意味着这种灵长类就此在海南岛灭绝了 而海南长壁园也几乎面临着同样的境遇 在人们开始着手保护它的时候 它的数量仅有几只了 幸运的是几十年的时间 在当地林业部门的持续努力下 海南长壁园艰难地恢复到现在的数量 那么这片海南长壁园唯一的侵袭地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 海南长壁园属于关长壁园鼠动物 这个鼠在我国有三种 西黑关长壁园 东黑关长壁园 以及海南长壁园 其他几种长壁园都分布在我国西南地区 以及中南半岛 只有海南长壁园 分布于华南地区的海岛上 专家告诉队院 这就与海南地质历史密切相关 我们来看看 这个山地雨林里面 它除了有热带性质的树种 我们看这里面 这个树就是翘朵棵的 翘朵棵 对 还来拔椎 这里面 看这个树 这是张棵的 张棵的 对 木匠子 对 像张棵的翘朵棵植物 在我们热带山地雨林里面 它属于亚热带起源的 但是从这方面讲 看出我们这个热带山地雨林 它这个树种跟国际全球 它有联系 诸多证据表明 海南岛在第四季 才完全与大陆分开 形成暴雨 而这其中的证据 不仅有地质构成 海南岛的生物结构 也是其中之一 众多我国南方常见的 亚热带树种 以及海南长壁源 这一官场壁源 将海南岛作为栖息地 显示出这里 很多物种的大陆起源特征 也暗示了这座岛屿 地质历史上 确实与我国大陆相连 由于这座岛屿 从亚热带地区飘来 最终坐落在了 我国华南的热带地区 因而从诸多方面 也表现出它的与众不同 霸王岭从山路到山顶 一次分布着热带低地雨林 热带山地雨林和热带云木林 垂直森林景观带 随着海拔升高 依次交叠衔接 包含着复杂多样的植物成分 形成结构特别完整的热带雨林 那么为什么长壁源 只栖息于霸王岭的山中呢 这个就是一个陆军松 好大爷 对 山地雨林的优势种 也是建群种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 它就是一个陆军松的群落 刚来路上也看到了很多 眼前的这棵陆军松 被称作五指神树 其胸径达2.3米 树高28米 观伏直径有16米 据推算 已经有2000年树林 树形古老苍径 枝叶繁茂 显示着霸王岭保护较好的 原生生境 龙文星介绍说 在神树周围 2000米长的山脊地带 分布有约20万平方米 陆军松顶级群落 平均树林达200年 这也是海南热带雨林 国家公园中 最大的一片陆军松原石林 这个陆军松群落 目前是我们海南 保护最为完好的 一片原始日带山地雨 它就以陆军松 包括县子葡萄的一些树种 为优势种 同时陆军松 它优势了建群树种 就是说这个群落 它最初的形成 就是有陆军松 他们像我们搭房子一样的 他们这里最先形成了 优势群落以后 形成了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下面 就有其他的植物 这个我们是得生长起来 龙文兴告诉队员 海南热带雨林 虽然水热资源充足 但是其生态也十分脆弱 雨林中最初的建群树种 大多是生长极为缓慢的 耐阴桥木 这些树木如果被砍伐 它腾出的空间 马上会被一些素生的 喜阳植物占据 如此一个原始森林的生态环境 也随之改变 上世纪八十年代 科研工作者惊喜地发现 霸王岭身处 含有海南长壁园的踪迹 随后 国家为保护海南长壁园 及其栖息地 成立了总面积六十六平方千米的 霸王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因而这片雨林基本上保持了它原始面貌 国内外学界普遍认为 霸王岭是全海南 乃至全中国保存最完好的热带雨林 这里的树高大雄伟 官幅巨大 三十多米的高树随处可见 需要三四人核爆的大树分布密度 也比较高 其中的典型代表高山绒 是海南长壁园 栖息的树种之一 野荔枝 毛荔枝 黄铜等树种 为海南长壁园提供了丰富的果实 这长壁园生物的区域 它不仅有长壁园作为一种动物 实际上还有其他的动物 它说那个是物网 所以说这样一来的话 长壁园 那么这个物种 它的种情数量的变化 它对这个生产系统里面 其他的物种是有影响 有些学者就把它称为散户物种 就打散的散 打散一样 保护好海南长壁园 它不仅仅保护好这个物种本身 它也将这个生产系统里面 其他的物种 都也保护起来 研究显示 海南长壁园在热带雨林中 处于食物链顶端 它们的食物包括果实 花 叶 甚至部分昆虫 鸟类 构成了金字塔式的食物网 霸王岭的崇山峻岭之间 众多的植物竟相生发 共同构成了雨林完整的生计 也使得它成为海南长壁园 最后的家园 近二十年的长期监测结果表明 海南长壁园的繁殖成功率极高 它的分布区有向外扩张的趋势 在政府的大力支持 数代专家保护者的不懈努力下 海南长壁园保护 已走过最艰难的岁月 种群正在缓慢且稳定恢复之中 特别是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设立之后 国家和公众对海南长壁园的 重视程度达到了最高点 2020年起 园群栖息的核心保护区 已经采取封禁和自然恢复 等方式实行最严格的科学保护 海南长壁园的保护范围 从过去的巴王岭区域 扩张到整个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 有了如此严格的保护措施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海南长壁园美妙的歌声 将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各处 再次响起 好 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 地理中国节目 我是盛春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